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 她不回来我不走 你们想干什么 走不走就由不得你了 不 我不走 我是马汉鹏 什么 把乔小姐带走了 那个女人呢 没看见 让他们过江去 不要管他 喂 我是龙涛啊 报告龙部长 那个甲秋远已经出动了 好 你们马上通知公安局的马汉鹏 随同你们一起行动 是 放心吧龙部长 好 是要出动吗 好 好 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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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G FUG CHAQ DLT CHAQ F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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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跟我来 走 撤 撤 谁 同志 是我 同志 你俩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你们马科长 今晚太晚了 要不你明天再来吧 同志 我有急事 麻烦你通融一下 你的证件 咱们打开 你可是来 我来 突然 我来 我去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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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一定要彻底白查 保证大桥的安全 在这儿 马队长 听我梦过来了 是 看看三小手 是 喘息 是 喘息 是 潘息 是 有 是 别急 别急 你们各个少侠跟岗位 要严加盘查 对 尤其是二十岁左右的女人 从现在开始全程戒严 没事 没上这胡同 大姐 慢点啊 马克长表现得很英勇 特务炸侧向车时 他最先冲向车窟 只可惜啊 没能挡住他们 哎呀 你呀 就是个猛张飞 我当时一想到侧向车 心里就特别着急 只想着怎么能把它保住 还在一起 是在车库里向你开的枪吗 是 那几个养活的特务 就守在车库门外 哦 距离有多远 我冲到 离他妈二十来米的地方 中的枪 他堂堂嘛 汉鹏 竟然栽在一个女人手里 你们以为 他只是利用乔丽文 来转移你们的视线 实际上他的目的 就是测响车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敢来公安局炸车 好了好了 曾书长 你们情报处 要全力配合公安局 尽快找到那个女人 是 在哈尔滨呢 挖地三池 也要把那个女人抓住 小小姐 您喝水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保密局长城站 德惠情报组 唐叶在哪儿 你带我去找他 真的不知道 小小姐 我就是来带你去找唐叶的 你 你是 你是 怎么 不认识了 听说你过江的时候 下面的人对你有些不公 我已经训斥过他们了 我想起来了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军装 妩媚中又添了几分英气 真的啊 难怪唐叶求我把你接过来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他担心你不在他身边 他管不住自己 一下子投入到我的怀抱当中来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接过来 因为他觉得他的幸福 记在你的身上 那你就不怕我过来 你会觉得有些遗憾吗 我这样想 我觉得世间的事情 大概没有谁都能占的权 你说呢 你姓什么 我姓柳 柳树的柳 海上航行的航 叫我柳航就可以了 记住了 走吧 乔小姐 这也就是武局长 唐叶叫的武叔 武叔你好 小姐你好 请坐 快坐吧 一路上还顺利 还顺利 过江的时候 下面的人 对乔小姐有些粗鲁 被我教训了一下 这些当兵的 一个个全是大字不识的大老粗 别往心里去 不会的 你unteers 给 给